S.I.C.A. 愛車庫 歡迎收看S.I.C.A. 愛車庫 我是Andy老爹 我的入手Pugeot 5加2 7人座 去年10月入手 到現在11個月快一年了 但有些網友看到我在PO照片 就問老爹這台油耗好不好 我想說也幫大家測一下 我到目前行駛的里程數 是大概6600公里 但我想老爹你一年才開6600公里 其實不多 因為我有兩台車 除了交換開之外 自己還有一台宏加騰電動摩托車 我很喜歡電動 所以就是摩托車有時候 你知道附近 或者是有剪頭髮 不是太遠了 我就騎到後面比較方便 所以其實我的里程數是偏少的 那趁著我之前 上個月有去了一趟台中、桃園 有一些地方 就幫大家測試一下油耗 因為很多網友在問 所以今天呢 就跟大家來分享一下 PUGIO 5008 1000公里的油耗 所以今天我要分享三個數字 第一個 純市區平均油耗 第二個 綜合油耗 跟純高速 答案先揭曉 各位可能等不及了 因為看完可能就要上一頁了 沒關係 來 純市區的油耗呢 如果以官方的油耗數字來看呢 純市區的平均油耗是11.8 高速17 平均是14.7 我測出來呢 稍微有點不一樣 有的比較好 有的比較沒有那麼好 低速純市區的部分呢 是9點多 不過這個裡面呢 我的這個平均9 是包含了比如說 等我小孩下課 一等可能一個多小時 他在樓上嘛 那我開回家 再開到補習班 差不多 我回家也沒辦法幹嘛 10分鐘 就要出門了 我就乾脆在車上等 他在車上等一個多小時 所以包含這個等待的時間 所以我覺得如果說 把這個等待時間扣掉 應該有10才對 那平均的話大概是 約莫是60%高速公路 40%市區13.8 高速的話比較好 我高速測出來呢 我有一次特別半夜 完全沒有車 從內湖開到台中 然後去加油加了20公升 平均每公升是18公里出頭 18.1 所以我們講18公里比較好算 這就比官方功夫的 每公升17公里還要來得好 另外再回答 我還有一個問題 很多網友說 老爹你為什麼買5008 他說Codec也不錯 CX-9 5加270座 其實我買PUGIO 5008 最主要的幾個原因 第一個 我第一次入手法系車 德系 歐系 日系 美系 我都開過了 就是沒有開過法系 有啦有啦 其實我的第一步法系是Saxo 那時候是買來跑去跟車友去跑山路的 以SUV來講 我是第一次入手PUGIO的車 之前都沒有入手過 那5008的考量呢 當然也是因為第一個5加2 其實它的一個特點 最吸引我的就是 它是在車長4米64的這個級距內 5加2七人做尺寸最小的就它 但是各位可能可以想說 5加2尺寸最小 那是不是第三排沒辦法太舒適 其實沒有 它的第三排呢 我認為 比一些尺寸比它大的5加2SUV 其實表現是差不多的 當然你說要到很舒適 當然是沒有啦 不過我覺得是可以接收的範圍 接收的意思就是說 短圖我覺得OK啦 但是你如果說真的還是要到台中 一座可能坐兩個小時的 這個當然還是可能在更大型的5加2會比較好 所以對我來講呢 我是要滿足偶爾在在我爸 跟我的家的小孩三代同堂 一起出門去吃個飯 海邊吃個海產 為了滿足這種需求 所以從Privia改成5加2的SUV 那尺寸比較小 因為你看它464也才比CRV再大個4公分 所以其實以它的車長來講 能夠創造出這樣的一個5加2空間 我覺得是我最喜歡的第一個地方 第二個是它第二排第三排躺平之後 保證全平 這個之前其實我們有開箱過 全平耶 而且重點是它的第二排是333的設計 這個讓我兩個小孩再加一個表面 因為他們很好 三個常常一起出門 三個可以坐在第二排 就不用委屈另外一個坐在第三排 這也是當初我入手5008的一個考量 我們今天就簡短分享到這邊 油耗表現再跟各位重複一次 就是純四區每公升9.2出頭 9出頭 平均的話是13.8 高速的話有18.1公里 這是我測出來的一個油耗表現的心得 跟各位分享我們下次見 拜拜 喜歡吧 請坐在一起 我喜歡 有型氣球 腳招待 我會特別會 有型氣球 有型氣球